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今天要来跟大家久违了分享 国片 一部纪录片上映了 今天在现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郑伟伯 伟伯哥好 哈喽 书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月6号就在今天要上映 跟大家见面的纪录片叫无边 来到现场的是杨丽舟导演 导演好 韦伯 书伟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杨丽舟 还有朱时倩监制 监制好 韦伯 书伟大家好 今天是明星监制导演夫妻档 对呀 这个无边这部纪录片 昨天晚上刚好我也去看了 那自己有蛮多感触的 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请教导演 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导演拍的纪录片是非常的多 而且其实是叫好又叫做 因为很多人会说啊纪录片不好卖 但是对于杨丽舟导演来说他拍的纪录片 其实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风格 但是这一次的无边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哦 导演 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这是我第十部上院线的纪录片 然后因为纪录片做了很久 然后这个这部纪录片去南极嘛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去做害怕的事 那回到创作本身 我觉得也必须让自己去做害怕的事 所以过往可能在做很多作品的时候 可能已经找到一种语法 一种风格 但是我觉得突破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即改变 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丽舟导演过去他从我认识纪录片的历程以来 杨丽舟把纪录片从以前传统纯粹写实记录 增加了更多的情感 甚至是很多可以让观众能够有更多情感共鸣的一种语法 那在这一次你怎么样去突破自己跟自我进化 的确我觉得很重要 其实以前过往作品都是去看待别人他人的故事 那这次透过去南极冒险 它是一个向外部的冒险 可是我觉得冒险不只是向外部 还包含向自己的内战 所以我其实透过这一部 往一个无边无际的南极点前行的过程当中 又同时往回自己内在 无边无际的自己的家庭的故事 或者家族的故事 或者是自己在意 或是那个过往被遮蔽住 就如同月亮的暗面一样 那个被遮住你看不见 但是看不见不表示它不存在 那我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觉得用电影去解决电影的电影人的问题 是最好的方式 好那对于监制来说 因为监制有神迁 身兼娇妻啦 这个多重角色其实蛮困难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小线都想拥抱他 都觉得这个位置 这个角色多么不容易啦 那当时这个2018年的时候 丽州导演要跟这个团队一起到南极去的时候 其实当时丽州导演的这个辛勤状况 是属于一种有点点低档的状态吗 他算是非常的低潮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怎么了 那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创作者 所以身为创作者的这个部分 很知道他需要独处 所以一旦他有的这个邀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想 我到底要拒绝接受 还是说让他去 其实我思考好像没有一分钟吧 我记得我回答他就去吧 不用一分钟就决定了 我觉得通常聪明 然后理性睿智的另一半 做决定都很快 而且可能当时心里有一些想讲的话 但不见得会讲出来 就是尊重另一半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对对真的要听听我的想法 因为我跟小纪 因为我最早 我第一个记得是跟我爸爸妈妈说 那我跟我妈妈说 我要去南极拍片的时候 我母亲还问我说 是那个很冷的南极吗 我说我很担心她听错 听着南港还是门头这样 那说对就是那个很冷的南极 那我妈妈问我第一句话是 那你在南极要住哪间饭店 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她解释 因为南极没有住人 她没有居民 所以她没有饭店 这样我们要搭帐篷 那我母亲我父亲就开始非常焦虑了 那我跟小纪说要去南极的时候 她的确第一时间就答应了 我本来期待她会稍微 挽留一下或什么的 她们想很快就答应了 那我心里想 你也太快答应了吧 难道你不知道 让你考虑的时间都没有 对难道你不知道那里很危险吗 她有没有丢一句说 什么不要受伤啊 平安回来 没有没有 通常我们在另一半 如果她真的要放你做 顶多就是我会被丢下一句话 就不要受伤就好 好像没有 那就好吧 那你就注意安全或之类的 我好像没有讲注意安全 就说就去吧 不安慰我自己 所以小纪这么的帅气 你看 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这个机会是我的话 你也会去 很想去 然后我也很希望另一半的支持 所以我其实是换位思考 然后也想 很快的想过 因为她跟我婆婆说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去过北极了 我之前就是为了骗我公婆 她们会担心啊 所以我就让她在国家地理频道 拍个广告 然后呢 就让她每次在五月的时候 强力主打心都会看到杨丽舟 然后每天电视上都会出现杨丽舟 那我跟她说 她在介绍这个 然后人在那个边境 我没有讲她去北极 结果 广告播了一个礼拜后 因为她去了快一个月嘛 那北极的经验就是 我婆婆说 欸不对啊 啊 酒奶都没换衣 她怎么都没换衣服 结果我突然就觉得 啊糟糕 这个谎言 就叭坎了 就叭坎了 还说 她早就在北极了 那时候其实 她去的那个经验 我婆婆大概就哭啊 然后难过 因为她很担心儿子 不会回来 然后对我而言 我大概就想过 大不了就是一死 啊就是会这样子 可是这个壮游 我觉得对她那个时候是 南极是更需要的 因为那时候她五十岁 然后正在很低谷的时候 那去北极的时候 也是一个低谷 正好都是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 很遥远的遥运 那我的直觉就是 那就是老天的安排啊 那可以回来的话 那绝对是 一个命运会大改变 所以我当时一点 阻挡的念头都没有 我连她去我都很平安 我都觉得说 天啊老天 我到底是多么不爱她 但是她初恋 不是你到底是有 多么钢铁般的心 意志 那我觉得要让书伟跟韦伯 听听另外一方的说法 我今天听到 观众听到转道 两兆说法都有 对因为 所以要出发前啊 那她当然很快就答应 那我真的觉得 这难道你不想 那很危险吗 然后一点点挽留 的感觉都没有吗 但我当然还是 很感谢她 可是越走到后来 我越觉得不对劲 有一种那种 她在跟我说 好吧你就去吧 去吧 去吧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 我在家准备装备 收到小千帮我 保了巨额的保险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以让她等着 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安全活着回来 我一定要好好解释 真的是没人愿意帮她保险 因为就要去做这么害怕的事 别人也很害怕付钱 所以没有人愿意 所以要签的那个遗书 生死状 这个没有人要负担 所以是真的找了很多保险公司 连国外都找了 后来保不成 所以对于这个 就是说 丽州导演 有这个2018年的这个邀约 也是在一个很神奇的moment 就是说当时 丽州导演也知道 自己好像有一点点 哪里不对劲 但是也说不上来 可能就不会 觉得事业也很好啊 这个工作啊 各方面啊 大家也都对于 丽州导演的作品 有很好的评价 但是你就是说不出来 哪里怪怪的事吗 当时 的确 那时候我就 情绪开始有点破洞嘛 然后会常常吵架 然后我会骂小孩 我其实很疼我女儿的 但就是会因为她 做了一点小事 没有刷牙 然后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甚至我会伤害自己 嗯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 发现真的不对劲 那时小倩就 强压着我去看心理諮商 然后 她看了快半年 我觉得我个人啊 觉得好像进展不快 后来她就 因为小倩跟那个龙英台 龙老师很熟 那她就跟龙老师讲这件事 龙英台就压着我去台大 看精神科医师 那就透过服药 然后大概三个月后 我就比较有明确的感受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决定 因为我很害怕服药 因为我母亲吃了一辈子的抗忧郁的药 所以我会看到我母亲的那种反应迟钝等等 我就很担心 但是还是鼓起勇气 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 然后继续去拍摄我热爱的纪录片 所以这一个纪录片 吴边 它里面 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南极当中的这个大雪 寒风 然后这个举步维艰的这个画面之外 也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 都有一个南极北极遥远的点 我们要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探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今天正式上映的纪录片吴边 马上回来 10点18分 欢迎回到吴边 即将在今天正式上映的纪录片吴边 这个是在院线上的 那每天的场次不多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而杨丽舟导演是全台第一位 勇闯北极 征服南极 横跨世界南北两个极点的导演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突破自己 那这一次因为拍摄的纪录片的整个的风格 很多人一看说哇好不一样 好不一样之外呢 其实我们又有所获得 包括韦伯你看了之后 有找到你心中的那个南极点吗 我觉得人哪都一辈子都在不断的找 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点 可是其实这个点是会移动的 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下一个定做点 这其实蛮难的 那就在立州的创作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你的语法好像也不一样 然后呢 其实你以前不管是爱别利谷 或其他的一些作品 是大量长时间的关注一个群体 这跟无边你没有在南极待三年 没有 对所以这个创作的方法或许也有一些不一样 的确因为这次跟我们过去的作品 我们跟动辄都是以年为单位 但这次在南极待了两个月 老实说当下我连多一天都不想多待啊 因为实在非常寒冷 零下山20度到40度 然后我们当然有记录这五个选手嘛 包含Albert 刘伯源还有佑胜 还有彦博还有两位大学生 那我们其实非常密切相处 虽然说时间只有两个月 但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一生自由的那种感觉 生死之交 对生死之交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有一些 有一些失误可能都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诸如此类的 所以那彼此我们又很密切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大概不到一个月 我们已经完全不想聊天了 因为我们彼此的人生都很熟了 已经摸透了彼此的人生 对 然后就觉得就开始想要去探索自己的人生 那每个人都开始又回到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 就是说有时候时间的长度不表示深刻与否 但有时候可能短短的两个月 却可以让我们到现在 我们常常一起聚餐都在讲这些南极 今天晚上也有南极的一些五四三的话 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你那个相处 你们这一群人在南极的相处超越了一般的物理性时间 我觉得是这样 的确是 因为我们不只是吃喝在一起 连上厕所 什么 不是一起上 还是分开上 你有仪式感 我有看报道 连上厕所都要 还要有马桶盖 明明不需要有马桶盖 对 因为在南极上厕所 尤其上大号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所有的肢体外落只能一分钟 所以你就必须酝酿好情绪 对 不能失误 对一分钟就要解决 那像有些伙伴会绕着那个马桶跑 因为家里的狗上厕所之前 也会绕着圈圈跑 生物本能 对对对 这样滚比较快 滚比较快的时候 就赶快脱掉裤子赶快上 然后的确还是要有个仪式 现在只个桶子 可是要弄个板子 那个马桶盖 然后上完之后赶快 摇匀 对对对 就是平一点 对因为那个上大号的过程 是一个造山运动 我们好像讲太细了这样 对 然后他不到一分钟 他就变成石头了 老实说不会 哇就也没有臭味了 不会不会不会 就是很快就变石头了 是而且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藏门 我就听到佑胜 他就大尖叫 因为他才刚脱下裤子 坐下去的时候 他就被前一个人的分辨 顶到他的屁股 被戳到 对 他说谁的大便这样子 然后我们想没有人敢承认这样子 我想说我这一生的经验 还没有被别人的分辨 戳到我们的屁股过 对 可是这种事在南极会发生 我觉得因为你在一个很特殊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你的思考会改变 不只是生活习惯 行为模式改变 思考改变 在你刚刚讲到 你出发之前 可能生命有一些低潮 当你换了一个场域之后 你有哪些思考 而且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身体 心灵也改变 那是一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的确 因为我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就 因为很大部分时间要跟自己相处 那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没有教我们如何与自己自处 我们的生活或上课都停的满满的上班也是 那在南极突然间有那么多如潮水般涌来 与自己相处的机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 就是我不喜欢吃蜗阿珍 对 因为我 我以前不喜欢吃蜗阿珍 我都只能跟朋友说 因为它软软烂烂的 可是后来我到南极 我突然想起来了 因为它已经被你心灵遮了很久 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父母也是非常剧烈的吵架 那吵完架之后 因为我父母学历都很低 他们只有小学毕业 那我母亲是一个那种没有丈夫或没有家庭 他就没有办法生存的那种人 那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小孩子就到夜市去 为所欲为 让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尽管我们年纪很小 可是我们还是知道 今天晚上自己的妈妈不对劲 那我们还是会猜得到 会不会今天过后母亲就不见了 或者是家庭就崩毁了 那我突然想起 我那天在南亚夜市 我吃的就是藕阿珍 那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成长过程 我知道我吃藕阿珍 好像某种潜意识 会觉得自己可能会失去什么 我就非常抗拒吃那个 当然从南极回来之后 我不见得会马上吃藕阿珍 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 有助于我再继续往人生 再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南极这个经验 对于当时的丽州导演来说 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刻的来临 因为实在太冷的 太严峻的天气状况之下 你真的必须要跟自己去相处很长的时间 然后开始去梳理哪一些事情是造成你可能会害怕某些的状况 然后就会原来我最爱的是我妈妈 原来我我妈妈对我的这个位置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所以你就会开始去知道说原来我在意的什么 其实在意的是家人 那所以你有没有赶快打电话给小倩监制 这我一定要讲喔 因为在南极没有办法通电话嘛 所以我们只有卫星电话 那卫星电话倒不是它昂贵不昂贵的问题 是因为南极 因为这些卫星是要做商业用途 那南极没有商业价值 所以卫星很少经过 所以我们都要去不用那GPS去探测卫星 是不是刚好要消过我们边缘 赶快打电话 那那次每个人就只能打一分钟 那我前面是佑胜 佑胜讲了两分多钟 他就打给他猜猜 超时 超时 然后跟他的小孩 对两个小孩 爸爸想你们这样子 然后好期待 等到我很担心卫星就飘过去了 然后轮到我时候就打给小倩 我说小倩 我跟你说我们前两天碰到暴风雪 但别担心我们都很好 然后小倩就回我 好我知道 他就挂了 他就挂了 小倩就直接挂掉了 你的心情是 我的心情就听到了玻璃碎波的碎裂声音 那个寒冷 强过于南极的寒冷 我觉得这很像当兵 以前男生当兵排队投公用电话 要跟女朋友家人打电话的那种心情 完全 我那时候没有女朋友 小倩是我初恋 我没有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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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立正到你的求生意识这么强 真的 我真的是初恋啊 我在讲一般普罗大众男性当兵的对别人的故事 韦国也是初恋啊 对对对对 所以当下小倩把电话就挂了 然后立州导演站在那个原地 应该是久久不能忘怀吧 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感觉到画面了 他们是安全他们的生命指数什么 其实每天都有后台那边监控 我其实真的就刚刚说的心里很平安以外 我其实在那天接到电话台湾时间11点多风和日丽大太阳 他打来的时候我听到他声音我其实很开心 但是我也没有说你什么就是我心里的murmur always都没有讲出来 因为我听到重点他很平安 我就说好没事拜拜挂掉 因为我身边也没小孩我正好在赶着办事情 然后我知道他很平安 这个重点我已经get out 我就ok了 所以我也直觉画面可能又盛 我根本不知道又盛在前面讲两个 我的后面是又盛在后面排队 他有祈祥要讲 我的想法是我可以把那时间让给别人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说 哎怎么样你那边怎么样 大概就没有这种闲话这样 那我就是一个做事的人 对因为小倩监制在跟很多的这个职业妇女一样 我也是这种就是我们很理性 我们知道此刻也没有时间撒娇 也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 就是利落 对利落要把事情做好 然后还有其他人在等着 也担心影响到别人 我差不多应该会这样子吧 但是我应该会等下一句说 好好活着回来爱你哦 应该还是要再加一句吧 爱你哦 我就是很不愧 所以真的一定要真的劝戒所有的听众 因为小倩是我的老板啦 对 小倩因为主了一个公司 那我们公司很小店公司 那大概有三四个导演 我是其中一个 然后所以当有机会可以跟老板结婚的时候 我好高兴耶 因为 因为你取了一个公司了 对不对 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少奋斗三十 结果 结果不是 结果我结婚 因为我结婚之前每个月都还有薪水 薪水 我月薪很多耶 那我结婚之后 我薪水都没有了 然后只剩你用钱 然后每次我要拍纪录片的时候 都跟小倩说 以前我们结婚前我都有薪水 小倩就会这样跟我说 你以为你拍那些纪录片不用钱吗 你以为你拍那些纪录片 你那些薪水是付得起的吗 好理性喔 我说对对对 我还是继续领我的 零用钱 对我很 很心 哇 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开心 可以听到这个立州导演 还有这个小倩监制 他们私下的一面 可是他这私下一面 其实都反映到他的作品当中 尤其是无边 因为我觉得无边这部纪录片 要在立州导演有很多的经历之后 才能够拍出来这样子的一部纪录片 他会希望我们可以往内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其实每个人都要往内去探望 你才能够有能力去爱旁边的人 你才更有能力 那当然我也不免俗的要问说 那立州导演 你做完这个无边的纪录片之后 你内心的那个 就是你比较低档的部分 或是有些忧郁 你一直要希望跟他共处的部分 有更好了吗 我绝对是绝对是往好的方面走 倒不是因为被疗愈这件事情 而是你明白了他所为何来 就像我明白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吃老花针 我明白了 我非常在意 我母亲 我明白了家庭 我明白我的孩子 我明白小倩 我明白我女儿 为什么对我那么凶 对 因为他很在乎这个爸爸 因为我女儿不小心发现 我出发前写的遗书 对 那我知道这对她的眼 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这个部分回来也要再讲一下 所以补纪录片无边 今天要上映 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到院线来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在2018年的时候 有一支台湾组合成的南极长征队 组成分子有这个 刘伯源 橘子 关怀基金会的创办人刘伯源 探险家 佑胜 还有超马选手 陈彦博 跟两位大学生 一男一女 他们五人所组成 然后丽州导演就带着摄影 一起前去 就是一团生死与共 好 那当时写了生死契约 还写了遗书 这部分要请小倩来讲一下 就是 其实她当夏千生死状 我是在场的 所以小孩不知道嘛 然后写遗书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当时去的时候 我都没有动丽州的东西 然后丽州就是把她的包包啊 所有东西衣物都整理很好 所以我就是继续照顾小孩的时候 有一天我女儿 那时候小四 她就拿了一封信 然后全身背着爸爸的背包 穿着她的鞋子 带着她的南极装备 留在台湾 到之前北极的装备 她就整身爸爸的东西的打扮 然后哭着 说不清楚 拿来那张纸说 爸爸写遗书 然后我吓一跳 我想说这是什么 然后哭成这样 我就看一眼 我说 哦 这不是遗书 因为她没有交代任何账号 所以我赶快跟她讲 然后真的吗 这不是吗 可是她写得很像遗书 然后就哭 然后我当下就赶快转念就是 我要让小孩很稳定 对 然后我自己就知道 我也不能哭 可是我也吓一跳 你也吓一跳 因为导演没讲 对她没讲 然后她的想法可能就是 反正那就是遗书 一定要交代吧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 太平跟我见证了 那封信她放在哪里 她自己的背包 常用的背包 你真的 不会害怕说 大家没看到那封信 你藏得很好吗 没有 我想法是这样 就是 我也没有找什么律师见证啊 什么 我就把它写完 写完之后放到包包 是因为我想说 如果在南极回不来的话 他们应该会去翻我常用的物品 那就一定会翻到我包包 那翻我包包就会看到 对 那你还记得里面写什么吗 我大约还记得 我就是跟小倩 跟我的两个孩子 还跟我爸爸妈妈 各讲一段话 对 然后 然后 特别交代小倩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那一定要特别 照顾我母亲 照顾我父亲 这样子 那我想法是 他们应该会去翻我包包 会看到啦 那有可能 我如果没有回来 他们搞不好也没翻我包包 就会没看到 这样更傻逼戏 好悲伤哦 这样子 对 没有想到是我女儿 对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我一直 我到现在 我从南极回来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其实有试着 跟我女儿谈这件事 他是拒绝的耶 而且我那封语书 我把想干 回来把它撕掉 不见了 应该是被他拿走 那 我想 但是他很抗拒 但我觉得他心里 应该受创很深 我就比较担心的部分是 会不会等到他 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拍一部纪录片 我看到了我爸爸的遗书 然后来 对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从他的视角去讲 对 那个年 那一天到现在 在心里的感觉 因为女儿太爱爸爸了 对 所以他当下那个震惊 可能对他内心 都有留下一点点什么 听说他好像是 立周导演回来之后 原来堂抱着立周导演 睡了一年多 对 因为我 我身体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必须自己睡觉 因为我睡觉旁边必须有 那个呼吸的加压器 所以他会有那个 马达的棒 棒的声音 所以反正接回来之后 我女儿 可能也青春起了 不怎么理爸爸 我外面牵手 他会把我甩开 对 那没有想到 他竟然跑来跟我一起睡 这样 所以其实对 我那时候 我操爱我女儿 为什么 因为我女儿是 当然是我们第一个孩子 那我们女儿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有状况的 她发育没有完全 她猴头是崩塌的 所以她出生的第一天 就插管 那这对一个父亲或母亲而言 是一个很难 很难受的事情 那所以在我女儿后 慢慢慢慢健康长大的时候 我非常呵护她的 像她现在读国二 我记得那时候 她跟我说 学校有两个男生 暗恋她的时候 你要拿棍子去学校了 不是不是 你用断绞筋吗 没有 因为我每天要开车 说她去学校 大概三十分钟 她一上车我就开始跟她讲 但是我从六百万年前 黑猩猩开始讲起 那个男性的荷尔蒙 对于什么 然后我送到学校的时候 我只讲到了 那个猿人 还没有到人类 还没有到人类 然后我就自己铺陈 铺太久了 然后她一下车 我就很快就跟我女儿说 把别跟你说 反正那两个男生 都是黑猩猩 这就是结论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 这部纪录片 舞编 当然讲了很多 他们在拍摄现场 这么的严峻 然后在私下 其实家人都会担心 其实不只导演的家人 像佑胜的家人 一定也很担心 小孩又那么小 然后这个 像那个彦博 那我在纪录片当中 有看到一段 就是佑胜有提到说 他想要放弃 为什么你特别选了这一段 当然我觉得佑胜 当然是一个很 他是这里面 算是 艺人的部分 他应该是最强的 对那当然跟陈彦博亚 或那两个大学生 都是经过训练 比起来他已经很强 对如果连佑胜都做不到 那胡瓜应该做不到 哎我应该是胡瓜 我也不知道对 但是佑胜的确在 那么有 因为他冒险亡嘛 对啊 那毕竟在那么 恶劣的环境底下 他第一天被震撼教育 是因为风太大了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风雪大到 你完全走不了 没有错 而且我们包含上厕所啊 等等那些 都非常不方便 喝水 穿衣服 然后再加上那个寒风刺骨 因为我们走路啊 一定会流汗 可是我们要想办法 让自己不流汗 因为如果你流汗的话 一停下大概 不到五分钟 你背上 就算只有一点点潮湿的汗水 它会迅速变成一片冰块 哇 那你衣服抖一抖 那冰块会掉下来的 所以你就必须 而且会室温 室温到现在四度 非常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对于这个恐惧 或者是 当然也想要加冷 所以他当然第一天之后 他那个受挫震撼太大了 但他其实休息几天之后 他就继续上场 继续去把这趟冒险走完 所以这一趟路意志力最坚强的是 最有经验的一定是彦博 对 那我觉得意志力最坚强 其实是刘伯源 Airbird 因为他出发前 他的脊椎是受伤的 怎么会有一个人 骑脚车环倒环十几趟的那种人 所以他脊椎是S型的了 所以他这次去是坐脚 他是骑一个脚踏车 原来那就是他 对 里面有个骑脚踏车的 对 我也想问说 有个骑脚踏车的是谁 对 那因为骑脚踏车 那一个三轮脚踏车 他可以让他脊椎休息 对 可是南极绝大部分 每天都是风雪 那种脚踏车走在那种 冰块上比较好走 可是走到积雪 他轮子就会陷进去 对 就没办法 对 所以我拍到最多的画面就是 那个Airbird他 爬起 坐起来 然后就推着他的脚踏车 我都跟他说 你已经为你70岁的人生 开始在复习 推轮椅的画面 那为什么说他最有意义呢 因为毕竟那两个大学生 总是有时候会 想要退下来嘛 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就干脆放弃 因为每天都好痛苦 那如果有一个人放弃 或怎么样 我们就有机会 赶快回到文明的世界 我就跟那两个大学生说 最有可能 当下最有可能 觉得最有可能 因为受伤的退下来 就是Airbird 刘伯元 我就跟他说 跟大学生说 以我对Airbird了解 他就算用爬的 他都会爬到南极点 那当然我觉得 这样的话语 讲法有点夸张 可是的确也激励了 也激励了大家 每一个人 对 我们一定要走下去 不能有放弃的念头 其实最想放弃的是 立州导演本人 我每天 不断的聪动大家 我离开帐篷 打开摄影机 就问他们说 如果你们想要放弃 你们就要勇敢的说出来 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懦弱 也是一种勇气 他们继续真理 他们的勤勉 当然是你想放弃吧 这样 不能怪我这样想 因为像我的摄影师 他是第一次到极地拍片 所以他很专业 他一定要带那种很复杂 设定的乱七八糟那种机器 我当时说不用 去这种极地环境 你只要带一台摄影机 就是傻瓜摄影机 有一颗红色的纽 AUTO 按下去就可以了 他就一定要带那很复杂的 结果我就让他带了 他就到南极第一天 因为我们带手套要带三四层 你会变哆啦A梦 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细节 他就脱掉手套裸手 要动伤吧 对因为他知道 大概不到15秒30秒 他手就开始冻僵 没感觉的 他想说赶快把设定按一按之后 他再把手套戴起来 结果他手才一碰到摄影机 一起来 他整块皮就粘在上面了 所以他到南极的第一天 他就AUTO了 天哪好惨喔 干嘛带内台去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克服很多的 极端气候的一些限制 然后在整个纪录片当中 也是用这个极力探险家的 一个远征南极点的一个轨迹 就1912年的这一个轨迹 贯穿了整部片 导演那时候的设计 跟里面有一个声音 那个口白 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这整部纪录片是 纪录当台湾南极探险队 往南极点走 但在历史上 1912年其实有另外一队 他在从南极点因为失败了 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个 到南极点的英国队 要往回走 那我们就在想他路线 他们应该会擦身而过 所以我在想 现在时间差了100多年 但在空间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去搜集到 从伦敦那边的国家图书 英国国家图书馆 找到当时那南极的日记 然后透过他们扫描 档案给我们看 我在读他们的南极日记的时候 因为他们全员死亡 所以那南极日记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遗书 就跟我们出发前 要写遗书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决定 把这些南极的英国南极探险队的日记的声音 变成了口白 只是我们把它处理成一个鬼魂的声音 弥漫在整个南极的上空 所以在电影里面有看到这些台湾探险队在往前进 可是这些鬼魂的魂魄的声音 就在电影的空气中一直弥漫着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处理 因为我们想说 为什么讲的不是英文 那昨天在那个特音会的时候 也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是口白 但是把它用倒序的方式做处理 对因为用倒序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是破坏那个声音的原本的结构 因为没有人听过鬼魂的声音 对鬼魂声音比较不会是这样 我是鬼 不会这样子 但是倒回来好像也不是鬼是我 对对也不会是 可是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一种韵律 所以我们就决定让这样的鬼魂声音存在着 OK好那请问一下监制 就这一部纪录片《无边》 你觉得对于自娱立宗导演的意义 还有怎么样 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看 我自己觉得这部遥遇的电影 很适合大家心理上正好有缺低潮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的下一个阶段想要怎么样更好 其实可以来看看《无边》 其实遇到这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家面对到心里的难极 这件事情重新梳理很多过往的一些回忆或记忆的时候 你会发现看到导演的脆弱 也看到了自己 其实可以比他好很多 然后面对到很艰难的环境就也没什么了 其实这个其实会很希望每个朋友 我那时候他不想上映 我很坚持要让他上映 因为我觉得他完成了这个片子以后 我自己意识到对一个人而言很重要 我们其实不能一直看向阳面 是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 感谢监制你愿意让他上片 但是立宗导演为什么你不想让他上片 因为这有非常多我们家庭私密的部分 然后第二点是当这部电影其实 我后来同意是因为这部电影有个很重要核心精神 就是去做害怕的事 所以我很想要知道书伟跟韦伯你们害怕的事是什么 那你们会怎么做 哇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分享哦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伟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 哇居然来到了最后一段 今天就要跟大家见面的纪录片 无边哦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进院线来欣赏 然后去看看 你透过这部纪录片 你发觉了自己什么 好那刚才 历周导演也问了我跟韦伯最害怕的事情 其实我们真的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讲到 太多了 有很多恐惧积累起来 才能够淬炼出 但是看到这一部片我觉得又给我们一点力量 又给了我们一点力量 就是到南极这么 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 他们都走回来了 然后他们也带了些什么东西回来 那我们是不是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呢 这一趟去了南极 18公斤的铲肉就赚了18万耶 因为一公斤不就一万吗 18公斤就18万耶 真的啊 真的啊 一公斤 但是四隔了这几年 导演你是又有体重又回来吗 对对因为在南极啊太冷了嘛 所以你就算你一直吃哦 然后你站着不动都会瘦啊 我看到我们这个 复控这边好多羡慕的眼神这样子 那18公斤你回来就会认不得丽州导演吗 他在回来的时候 回到文明世界可以用手机 智力的时候拍一张照片 他对着镜子 然后因为他对着镜子自拍传给我 我当下我在工作 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天哪 这是我认识杨丽州最帅的时刻 从来没有那么瘦 为什么你要讲说仙人你哪位啊 不是我就是传给我公公 我是一个孝顺的长男的媳妇 马上传过去我公公已读 但是不回 因为他会捨不得啦 想说什么那三个呢 是我也这样想 然后我就继续工作 哎不对啊我公公两天都不回我讯息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 就忍不住 就想说要不打给我公公 公公打给他的时候 他不接我电话 他就传个讯息给我 你怎么传别人的男人的照片给我 哦真的啊 我就心想 我怎么有那么不小心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 而且我婆婆也没有想到 所以她 我跟我公公说 这是丽州啦 后来我婆婆看到 破涕微笑吗 没有 我婆婆开始哭 因为瘦成这样 太太开心的不得了 妈妈是在滴血的 所以这完全角度的不一样 所以我看到这两位 我最爱的女性 一个看一样的画面 一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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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在流眼泪 一个好开心 我开始在想 谁才是真的爱我 我不用花十八万让她瘦 对 我觉得这部《无边》 是很特别的纪录片 很特别纪录片 那大家可以来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觉得《无边》的海报 也做得很有意境 对 而且刚才丽州有分享到 我也想要问你 这也是我内心的 就是我们在文明世界 跟我们每天 所围围的好多好多的人 然后又有手机 可是当你回到一个 只能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你不会恐惧吗 还是说终于有一个 这个机会 可以好好重新整理自己 没有我一开始是非常慌乱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 去跟自己相处 所以一开始有这样的 就是如潮水般涌来的 跟自己相处的状态的时候 我就一直忙碌 我就帮别人搭帐篷 帮别人做什么这样 可是这些都填不满那些 你有机会跟自己对话的机会 所以我就开始回望 就回望自己的成长 然后回望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 倒不是鼓励大家到南极去冒险 因为绝大部分这是有难度的 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一个 要去跨越的南极点 我觉得都有 那可能对我而言可能是 这个自己的家族的成长的故事 可能此刻对我而言就是 我最害怕的是就是 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勇敢的吃下茄子 对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 然后诸如此类 那我很希望每个观众朋友都能够 在电影院里面找到了 看到了那个宽容的南极 然后去宽恕你自己 然后让自己一部分的自己不好的 或是你想要抛弃的自己 就让他留在电影院的南极吧 走出戏院你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你每一步法都会非常的坚定 新年新希望 我觉得无边选在1月6号上 是非常好的时间 让大家在一年之初 可以透过这一部纪录片 先知道自己今年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要丢弃什么样子 不喜欢的自己 我觉得无边可以带给我们 像是一趟生命巡礼一样 非常非常的美好 那韦伯海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部片 好好的去自我对话 重新整理 因为你把自己整理好 你才可以让你周围的人能够更自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 也对你爱的人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是 非常谢谢杨丽舟导演 谢谢小倩监制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吃舍丁小一 秋名玉的POP抢先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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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